現在分隊 怎麼分 三隊 三位主持人根據音樂素養 優先選完隊員 你們三個是一個團體 音樂素養是一樣的好不好 怎麼講音樂素養 那怎麼去 我們用個人單曲數量多到少 單曲 個人單曲 對 個人單曲 那維如也可以拚一下 協志 孟哲 仁佛 對 以個人音樂來解 沒錯 沒錯 一次選完隊員 所以你要選三個 選四個都可以 蛤 因為十個人啊 三三四 如果你選四個 那我們其他人就是三個三個 其實這也是運氣運氣耶 真的啊 是要從少哥 要不知道是搞歌啊 比如說維銘哥好 人生樂歷多 但進去你給他放一個蔡依林的 他搞不清楚 你要選長區 不會 蔡依林我長期有 真的耶 對啊 長區唱歌的 他在暗示你 他在暗示你了 他住前櫃 他的戶籍是寫錢櫃 舒子晨 舒子晨 舒子晨厲害 舒子晨厲害 再來 維如雖然常在外面貨 對 但是對於歌的了解程度我覺得是不高的 他貨的是bar 他不是 歌是錢櫃 不是歌 他去的時候都已經墜了你知道嗎 或許問他走一頭啊 走一頭啊 對 然後蘇晏霈是笑不出來 蛤 因為我不會唱 但是我很常聽 我覺得我選四個好了啦 好 加你四個 加我四個 選三個 蘇晏霈 好 再來 你這樣選一選其他兩組是怎麼玩 再來我要挑一個男的 你主持人你可以顧一下戰力要平均嗎 平均啊 哈哈 這個很難 運氣很難講 這個很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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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銘哥 我其實會的歌真的很多 我騙你 歌名我都不知道 我跟你講 還有他的年齡層 我們先過來 我們先過來 維銘哥我選他的原因就是 真的就是賭運氣 就賭那一題進去那一個狀況是他了的 OK 我呢我覺得 其實我蠻想選比利的 因為呢他是跳舞 他跳舞對歌曲一定要熟悉 他兒子就做他好對不對 對啊團體 滑不相左 對所以他對歌曲一定要熟悉 對所以我先選比利 OK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這三個女生 你把賴如選走啦 你把賴如選走 我跟你講我是抖音小天后好不好 我常在看抖音耶 你喝醉小公主 你覺得 你覺得有沒有覺得 對他們了解你有沒有覺得 要哪一個 我覺得子子可以 我剛剛也有講子子 對啊因為他也是聽很多歌 然後因為他會跳一些舞蹈cover 所以他必須聽很多流行歌 喔 對 好姿子 好 好啦我不用選嗎 哈哈哈哈 怎麼了 從剛剛這一題公布之後 我看這兩個人就是最茫然的 哈哈哈哈 所以要猜歌名 他們兩個臉 就呈現一個茫然的狀態 然後你就也同時意識到 他會是你的隊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